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0万美元的支票和23k的金纸奖章 后来我牛脸看看 差不多 时间上差不多 不错 作为一个只想靠写字能够吃上馒头和吃饱饭的人 今天走到这地步绝对是辉煌 真是创世的辉煌 国内的宣传对他宣传同样是创世的辉煌 对吧 他的获奖可以用国内宣传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角跟百年奥运差不多 明天你再来一个奥斯卡金奖的时候 最佳影片 最佳编辑 最佳导演 你试试吧 对吧 但是没得着的时候 很明白 这是我们当时说的 但今天我们看到了他奖金也拿了 拍屁股该回家了 对不对 他得回家了 在回家的时候之前我又看了另外一篇文章 我一看莫言 没听他妈的话 莫言的这个文章里头有介绍他为什么叫莫言 就是他妈就说了一句话 你不能说话 祸从口中起 这是老话 祸从口中起 特别在这个体制之下 结果莫言的没听话 高兴吗 我觉得高兴大家就容易说话 说了一句话 让很多人不太爱听 我觉得我听这句话 我还是说他的不聪明 大家记得莫言最一开始的时候 刚到瑞典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了 说有没有自由 莫言说了那么一番话 我就说莫言不该这么回答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有没有 我是莫言我就说 你说我自由不自由 你要说我自由 中共的官员 共产党员在后子看着我们的 你要说我不自由 我现在跟你说的很自由 对不对 这么说 所以山东的我们老农民确实还是有他非常朴实的那一面 石涛不仅生活在黄尘根下 生活在浮游大街下 中南海的墙根下 考验从洛生的那一天起 就给毛主席献话 我这么长大了 所以我更能体会他的难处 同时体会到莫言的悲哀 但是对头来说 有些话他不该说 美国之音有篇文章这么说 没听过中国作家被关 这是莫言说的话 但莫言说这话到底是真的话 还是胡话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 9号在瑞典斯德格尔罗礼堂演讲时 在回答主持人有关许多中国作家被监禁一事 莫言表示没有听说过中国有许多作家被关在狱中 莫丽作为难民 他大概现在就居住在北欧地区 莫丽是个网上作家 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痛批莫言的话 我也看到莫丽包括一些视频 很多包括香港媒体都对莫丽进行了采访 莫丽是这么说的 我本来认为莫言他有两出戏 一个是他农民的朴实 再一个就是他农民的狡猾 这里农民的狡猾应该说是因为太苦的环境造成的 其实我个人非常认同他的狡猾是要生存 你可以说他狡猾 因为他无力抗争 所以这点上我一直认为是悲哀的那一面 就像张伦在我另外一篇文章当中提到 莫言的可怜 我个人觉得那个可能更到位一点 确实我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权利去强迫别人做什么 他说现在看来他还有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卑鄙 还有无耻以及卑劣 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党的体制之下的一些文人的做法 不能含而盖之 他说为什么无耻呢 他没听说过中国作家被囚禁 这是装容作哑 你就曾经说过 莫言自己曾经亲口说过 希望刘晓波早点出狱 他至少你知道一个刘晓波吧 而除了刘晓波之外 高之胜 施超 王炳章 这些都是长期坐牢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 是 这就是我说 莫言没听他妈的话又说话了 而有个网友在这个莫言在瑞典获奖的时候 贴了这么个贴子 这是中国大陆的 我觉得说蛮有趣的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正在展示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的是犯罪的 犯罪的被害者对加以迫害人反而产生了情感 甚至反过来帮助罪犯的一种情节 莫言保留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政见是因为他无奈 那今天呢在保他品尝到保留政见之后的一个欢乐 拿了110万 拿了荣誉 拿了精致奖章 住了什么15000多块钱一宿的房子 当然该失眠还是失眠了 咱说这话 你住15万的房子 反正打歌方批八戒嘴的 什么事你该干还得干 那东西不解决 人自身的问题你根本解决不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变化 对吧 04年对莫言的采访 莫言可以向法国记者明确那么表示 那是8964 15年之后 但是今天他可以这么说 这是悲哀 真的 我相信是悲哀 我相信他的无奈 我也相信在后来的金钱与环境的诱惑之下 他要生存 他要活着 但他选择的活着的方式 正是张千帆教授所说的 以自己的自尊尊严作为代价 以一个文人 著名的文人应该有的道德的和社会责任作为代价 因为他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证 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所以就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要退党 而作为地下党员的梁振英先生 跟他的表现同出一辙 所以莫利说那是莫言有着农民一般的狡猾 这种狡猾不是农民的狡猾 这种狡猾是中国共产党的必有的素质 法广登篇文章 星期一 这个梁振英先生不得已到立法会去进行陈述 要解释他的建建的事情 也就是伪装建筑的事情 但他说了一句质地有盛的话 典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话 法广的报道这么说的 梁振英一句 我没讲过 我没见见 全香港哗然 行政长官梁振英 10号在立法会讲出了一句话 我没有讲过 我没见见 就是我没说过 我没有伪装建筑 这话厉害吧 这话是句实话 但这一句话 就是共产党员特有的话 这一句话 就是在党的体制之下 久经沙场 久经风霜之后的一个 非常狡诈 成功人士的 非常狡猾 狡诈的典型的话语 他骂唐英年 上师诚信 有建建 有伪装建筑 如何如何 他可以骂得淋漓尽致 但他自己呢 到处都是 然后问他 他说我没说我没有 文章接着说 全香港 全城轰动 舆论几乎是群其而公之 几乎包括所有的议员都对他不买账 包括这个建制派的 建制派的应该是听党的话的 但是也受不了了 那是他受不了了 他确实受不了了 南华早报指他 否认制造了更多的损害 明报说他扑火不成 反而惹火 苹果日报形容他是大话无极限 连一直 连一直支持他的东方日报 也批评他 盲昌颜 盲昌颜般的小儿科 梁振英 拖到烂 对 他本来是个小事 结果他让整个全身都懒掉 但是呢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他可怜不怜 可怜 可悲不可悲 你可以骂他自己 但你要记住 梁振英上台的背景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共产党 对吧 李嘉诚 在梁振英与唐英年这件事情 坚决反对梁振英 为什么 李嘉诚 有国际 对吧 香港是自治的 所以在不威胁他自己的时候 他跟党走在一起 他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在一起 但如果共产党员到了香港人特首的话 李嘉诚非常明白 他的路也没多长了 所以坚决反对 有人做他工作 他就不干 他非支持唐英年 在这篇文章里讲说 田北俊发问说 质疑梁振英私下用砖块封闭了伪剑的秘石 就当渐渐问题不存在 这是梁振英自己承认的 所以在选举过程中就可以大声的讲 我没见见 这是田北俊质疑梁振英的问题 而梁振英回答说 有一个事实上的问题 我记忆中 我没讲过 我没见见 觉得吧 这就是典型的共产党员 这个话 跟莫言说 我没听说过 有多少作家被关 是一样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